昨天登场的总统大选辩论三方是火花不断 蔡英文一改上周证件发表会保守策略 这次攻击力十足 民众看法也反映在数字上 根据联合报最新民调 31%的民众认为蔡英文表现不错 也各有21%认为朱立伦跟宋楚瑜的表现较佳 但是辩论会后蓝绿是继续互批 蓝营紧咬蔡英文九位共识没有说清楚 绿营则是反批朱立伦乱开空头支票 请大家给宋楚瑜一个机会 三度站上辩论台 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 江湖经验丰富 哽咽鞠躬 朱立伦 蔡英文更是互不相让 请问蔡主席 您到底接不接受九二共识 宋主席 你觉得朱主席跟马总统差别大吗 三人站上辩论舞台表现皆在水准之上 但有没有打中选民心坎 根据联合报最新民调 总统大选辩论 三成一肯定蔡英文表现 有二成一认为朱立伦和宋楚瑜表现较佳 但也有两成民众还是未表态 而辩论会后 英人配支持度占39% 国民党朱玄配则占19% 亲民党宋英配虽然只有12% 却比前一天副首辩论后民调多了两个百分点 英人配却小幅下降2% 而下了辩论台 蓝绿继续加码延长赛 到底谁才在装睡 蔡主席重谈当年陈水扁政府烽火外交的论调 难道蔡主席真的打算挑衅两岸关系 甚何创造意外吗 总统大选辩论 三方先礼后兵 有人打过往政绩牌 有人打蓝绿意识牌 有人打鹰派革新牌 就看选民买不买单 TV言会员王世凯 我唱爱刘一轩 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